對 他是一個度假村 其實我常常想這個 這真是很難 一出外景幾個月 大家就住在那一條街上 你看我看你 我都覺得 要不是越看越生氣 要不然就是越看越對眼 當然你們也沒有什麼可以對眼的人 蕭翔也不會跟你們對眼 余力也不會跟你們對眼 張瑞竹也不會 蔡嘉峰也不會愛上你們 腳腳年紀太大了 沒啦 侯秉也不會喜歡你們 我們不能就專心拍戲吧小燕姐 我要看一看 葛雷是大姐姐的對不對 還有陳德榮是名花有主了對不對 桑妮也不會了 哇塞你們很寂寞 沒有 就大家在一起感覺很好 李立群也不會陪你們玩 會會會 真的嗎 當他們陪我們聊天 當他們陪我們聊天 那你們很苦吧 那你們很苦吧 其實他會跟我們講很多戲的東西 我覺得很難 教了我很多 他會能夠請堂相受是不簡單 對對對 他會像老頭的畫很多嗎 哈哈哈哈 不過他的表演有一套很棒 他眼裡大戰很棒 對對對 他也很棒 他嘴巴還在寒玉嗎 寒玉 他前一陣子一直弄塊玉在嘴巴裡啊 真的假寶玉嗎 不曉得他 你不知道嗎 前一陣子他在台灣演戲的時候 他一直弄塊玉在嘴巴裡 寒一寒吐出來 寒一寒吐出來 他可能換地方假的 我沒有看到 他不寒 很好笑的一個人 他一直拿一塊玉 讓孩子嘴巴 嚼嚼嚼嚼嚼嚼 我說你會不會 人家啪一拍你蹲下去了 那他現在可能已經蹲下去了 所以沒看到 真的很好笑 好 談完這個 我們先來看看兩個人的這個精彩片段 嗯 今天我的電視機被人家弄走 因為你們古人來 我們也不用電視機 我們就看看VCR吧 真的嗎 就要這個經驗 買你們這張衣服 蛤 你出現真的 是嗎 哎呀孩子 能不能不要現在換 這 如果現在這個不能換 哦 那就代表你 是騙我的 不禮拜二人國 好 好了 好了嗎 是吧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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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這金子這麼管用 嗯 那我就馬馬虎虎收下啦 那我就馬馬虎虎收下啦 哦 愛多大陣 有情人 才能奮著 那這約定全是為了尋找他 心中最想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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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對啊 今天 我們我們都沒看過 您自己也沒看過 每天都一直在拍戲 都不曉得 剛剛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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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的畫面全部都 我看都有你們的臉嘛都自己掉是不是 對 他比較可憐 有一個這樣隊長的我在地上 他在天上要倒過來 倒掉 從到開要旋轉 然後三四層樓高 然後這樣啪啪啪啪啪一直對地下衝 然後它掌接觸 然後之後呢,我再撐住 然後在上面我這樣一直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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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鋼絲 那怎麼轉呢?是鋼絲在轉啊? 沒有沒有沒有 它要抓著,然後拉著我轉 我在空中倒掉 你要把它這樣 你有這麼大的力氣嗎? 沒有,它上面有掉鋼絲 它已經掉起來了 至於那個旋轉的力量是我抓住它的手轉的 了解嗎? 你轉,它這樣轉 對,沒錯啦,沒錯啦 所以要吐就兩個人一起吐就對了 不是,我吐它會接 其實不只我們辛苦 其實攝影師也很辛苦 因為我們從一個地方這樣啪啪啪啪飛過來 然後它攝影師呢,它也要釣鋼絲 背著機器兩邊對沖啪啪啪這樣過去 無瑕七真不好拍喔 這樣釣鋼絲 釣鋼絲到底釣... 有的人說釣鋼絲真的很痛,你們會不會很痛? 其實會蠻多的 就等於你把全身的力量都只放在一個支點 我們通常是比方說... 男孩子是比較辛苦一點的 你講... 沒有啦 誰釣都很辛苦 全身的力量釣在一個支點,就掛在那個地方 因為是這樣子綁起來 綁起來著 它也有兩條這樣綁起來 這邊綁起來,然後背再綁起來 通常釣完呢,這邊都會淤血 邊邊都會淤血 為什麼這麼多小晃? 女性的工作人員非常開心 好興奮,臉都紅了 人家來釣鋼絲你們就在那裡看是不是 他就聽到淤血 對啊 所以我說男生釣過比較辛苦嘛 對啊,其實還有釣鋼絲真的是很苦 我記得很多人釣鋼絲的時候拍戲的時候 第一是,還是有點危險 那鋼絲,比如說太重的人 你們還好是很輕啊這樣子 所以這裡有很多武打的場面嗎? 其實武俠片我們在裡面 動不動都是 一個講話,輕功走了 一個講話,啪啪啪一個人飛進來了 所以說幾乎都是要掉下去 要不然就是跳那個彈簧床 不過林志瑩好像拍的戲很多 上次你拍的什麼廖天丁 也是要這種打打 也是打 也是就偷跑進來 你好像練了一點武功了是不是 我已經摔出來 像我也是以前摔得很慘 這邊瘋了好幾針 也是跳那個彈簧床 一跳一個空翻下去 你們都自己來啊 現在比較能踢著來就踢著來 因為塞得知道很嚴重 因為我們一受傷變得 就不能拍了對不對 所以能夠自己來當然是自己來 那比較可能有一些危險性的 那你還不錯 你好像文系還比較多一點對不對 才怪,花魯缺失裡面有武功 最厲害的 除了我的師父之外 可是 他都是打別人的,我們都是被打的 被罵 對他 可是你還是有親嘴的心 當然武功高的人 你還是可以談戀愛 我昨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還夢到我車子很髒 我意思是我就趕快把我車子開去洗一洗 他說我車子 車子跟我講我好髒喔怎麼辦 趕快醒過來去把他開去洗一洗 可是愛車車上會不會 對對對 我覺得做他女朋友真的很難耶 那可能要幫他洗車吧 半夜坐我摸摸摸 欸,起來洗車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